香港學聯會已經下最後通牒 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午夜12點之前下台 或是就真普選的訴求做出具體回應 對此香港政府呼籲抗議群眾應該謹速解散 停止戰中行動 但是已經傳出了警方運送催流瓦斯 以及橡膠子彈的消息 而現場最新的情況立刻連線給特派記者 岳嘉妮有昌話告訴我們 嘉妮請說 是的 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時間是過了深夜11點 那距離學聯給梁振英要求回應的時間 剩下不到一小時了 那可以看到現在現場就是特首的辦公室前面 其實周圍聚集了大約有四五千人以上 那其實梁振英在早早之前也宣布 他在晚上11點半的時候 會來出面回應學聯的訴求 那可以看到現在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學生聚集在這邊 要等待午夜的到來 那其實稍早的時候 其實外面是有一輛救護車要準備隨時發生狀況的時候 是要進場 不過其實在稍早之前 其實同學是提出了檢查的要求 那我們來看一下稍稍的畫面 這時候我們要求等待你們的車 如果要出回來的話 我們都要再多看一次 OK 先讓你們出回來 如果我們在做緊急救呢 你們現在進去設立救傷站 你們是沒有人受傷 包包一一都打開來檢查 確定不會有一些傷害性的武器呢 要送進去這個特首辦公室 那現在同學還是戴起了防毒的面罩 還有一些自己做的一些護目鏡 還有口罩等等 因為就是怕隨時會有衝突 不過可以看到現場 其實目前是還算平靜的 那至於梁正英在稍晚11點半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回應呢 我們也會帶您來掌握